綜藝大人們換了新部 僅收視率不僅節節高升 還成為同時段 最高收視的綜藝節目 不過季日純銀機排妹 直播呼罵成為媒體焦點 憲哥也有話要說 我們要把這個新聞 做得更大一點 因為這個要不然妳有辦法 因為昨天有孤要吼一嘴寶 哎唷 她要吼一嘴 妳賣了在哭 就有人傳給我說 憲哥妳要不要加入 妳敢打 我敢 他們兩個直播帶貨 你現在很流行 賣東西啦 其實這樣 有公布人家的電話號碼嗎 不可以這樣子 怎麼那麼了解 那你覺得誰出嫌疑 兩敗俱喪 對 怎麼說 台灣的一個 婦女同胞的一個美德 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來呈現 兩位好好加油吧 好不好 我呢 真心真意 也跟兩位都沒有 任何的仇恨 雞排妹好像沒講過 那我就講誠意 沒有 不要 先忍一下 你不要動氣 到最後 因為我們 我是一個最尊重女性的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女人多 我是活在男人堆 我跟那個陸西派 我們相依為命 對不對 還有賓果 你們三個 賓果 賓果是男的 沒有 賓果在我們上面 對 我們還滿淒慘的 所以對於女性同胞 我們是非常尊重的 但是就是說 要把女德拿出來 對不對 在那講什麼菊花 講生殖器 講不好 你又不是哆啦A夢 生殖器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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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樣不好嘛對不對 大家互相相愛 而不是互相相害 這樣不好好不好 所以我要跟那個 鄭重的跟雞排妹妹 還有陳語講一句話 這句話我這一輩子就講今天 好不好 我愛人的 落腳 旁旁旁旁的喔 我愛人的 腳長長 落腳 旁旁旁旁 下款 然後你愛我哪一隻 數的數的 經期在洪生網 憲哥都有在關注 就連清風以及錢東家的糾紛 他也能回應 各位狀況是怎麼簡單的 這你也可以回答 你也可以 別忘了我也是唱片公司的 老闆 我的愛徒沒有發帖子給我 我為了要報復她 這一次我女兒結婚 我也不發 喔 厲害喔 而且你之前就有一次 你沒發給她了 而且我四個小孩 對不對 我四次都不發給她 對 厲害 四比一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說 得饒人數且饒人 因為他這一種官司太多了 好不好 那這個以一個歌手的一個角度 那或許懂得感恩的心也很重要 那勞動家直接放人家 一馬吧 好不好 完全樂 總和報導 完全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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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